2022台东就阶文创聚落记忆重现记录计划 在中华会馆举行青年座谈会 邀请到青发会的成员 在地居民及戏剧工作方学员一起参与 透过执行团队分享这次计划核心理念 希望收集更多在地文史故事 激淡出更多元的创意 2022台东就阶文创聚落记忆重现记录计划 在中华会馆举行了青年座谈会 邀请大家一起回忆以前的宝桑就阶故事 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去吃宝桑汤圆 因为大家都坐了两家宝桑汤圆 这样在宝桑路 然后这样在 对对对 然后那家我都叫臭脸阿嬷 不知道你很丑的 所以有一次我去吃宝桑路上的宝桑汤圆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在吵架 就在吵说到底为什么 他要分出去 我觉得很多好吃的店都会这样 一开始很好吃的汤圆 然后就分成两家 然后就那个瞬间 我觉得连我阿公听到的 都跑出去跟他一起吵 对啊为什么他会跑出去就开一家 我说你家真的很好吃啊 我觉得那个当下感觉很有记忆 就是阿公一定跟他没有很熟 不是吗 他为什么跑得跟他吵这个 而青委会团长也在线上呼吁 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台东的各项事务 从我高中的时候 我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村里面 从事一些团体 比如说社区发展协会 还是我们寺庙的一些公共事务的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台东乡很多的 不管是寺庙还是一些社会团体 他都缺少一些年轻人的注入 包含我们的一些嫁政班的妈妈 永远都是那个年龄层 新的妇女不会加入进去 还是说我们的老人会 现在新一代的老人 他不会想去加入老人会 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台东的年轻人 他是可以一直去参与 更多我们地方上的一些社长 的一些工作 透过这档活动 希望搜集更多的在地文史故事 也激荡出更多元的创意 让每一年的就界计划 越来越丰富 借陈二汝台东市报道